中共河南省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共同公布农损贴办法 对因为暴雨洪灾造成的完全无收成的农历 每亩补助50元人民币整地费 受灾情况较轻微的 每亩补助25元人民币的施肥费用 对受灾死亡蓄莫动物 则统一以猪之平均体重计算 每头猪补贴人民币80元 消息披露后 中国网友痛骂 这些钱都不够给镇长书记和村干部塞牙缝的 一年就两季的收成 这洪灾导致一季收成毁了 就补偿这么点 让农民怎么活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